西北方向 画一个圆圈 东南方向 画一个正方形 然后画一个等边三角形 你干什么呀 你是为了黑他的吗 你干什么呀 一 二 艺术创作 艺术创作 现在你们一个人当观众 一个人当报道员 好 观众向后转 向后转 然后给观众发一张白纸 一支笔 好 一会儿你们会看到一张图 这张图全部是由几何图形 组成的 你得给你的同伴描述 这张图长什么样子 他按照你的描述 把这张图画出来 但你不能看它是怎么画的 好 考验默契的时候到了 对 来 但你不能看我画 对 你现在左上角 好 用虚线的情况下画一个圆 虚线 你知道虚线咋画 画一个大圈 里边里边有东西的 哈哈哈 小小问题 可以解决 可以解决 你你你继续说 那不能犯规 没我看 继续 就是西线的圆圈里面会有一个三角 三角形 正正三角 对正三角 好了吗 好 这三角形里边还有一个圆 再画一个实现的圆 实现的圆 这个圆里面还有一个倒三角 倒三角 实现的 嗯 在这个 整个这个 圆的中心就是 为 起点 为起点 嗯 完了以后往右 右 延伸画出一个正方形 往右延伸画 就是 就是 你懂吗 就是中心点 就你看看往右 是他的上面那一行 啊 完了往右走 再往下走 哇 懂了吧 不不懂 哈哈哈哈 哎呦 哈哈 不懂吗 啊啊我 我猜你懂了 懂了懂了啊 完了在这个 正方形的 右下的那个横线上 你在往右边延伸出虚线 向右 右 右下边 往右延伸 嗯 嗯 看完了 结束了 非常好 那这不很简单吗 这一场 我都没有看 我也不知道 一样吗 我不知道 你来比一下一样了 再差一点点 差一点点 差很多 这张图是一些几何图形 它是由两个大部分组成 一个在左上方 一个在右下方 左上方和右下方 大概有四分之一是重合的 好我现在先来描述左上方的部分啊 左上方最外层是一个虚线的正圆 虚线的正 虚线画出一个正圆 在虚线正圆的内部是一个等边正三角形 这个三角形的三个顶点都在圆周上 好 紧接着在这个正三角形的内部又是一个正圆 这个正三角形的三条边是都是这个圆的切线 可以 可以 好 那么在这个正圆的内部 又是一个正的等边三角形 但它跟刚才那个三角形是倒过来的 可以了 好 这个整个图形的左上部分就完成了 嗯 我要告诉你这个从头怎么来啊 那右下部分它就是一个正方形 左边竖成的一条线通过了中间那个圆的焦点 然后延伸开来 那么这个正方形的一条竖边就出来了 好 那我就按着这个再画一个 对 画一个正方形 最后一笔就是 这个正方形下面这条边线向右 做虚线的延展 延展的长度 是个正方形的边长 但是 它延展不出去 它已经顶到了纸的边缘 全是几何图形 左上方有个虚线的圆圈 虚线的圆圈 圆圈里面 是一个顶格的三角形 顶三角形的中间里面有一个圆形 圆的中间再有一个等边三角形 正好占据它的中间 我画到第二个三角 再是一个实现的倒三角 倒的 你刚刚没说到 刚刚不是这个正吗 你没说到 对 对 对 稍等 停住 这个就画完了它的一半了 然后接下来是一个正方形 正方形在哪 在它的四分之一的右下角 OK明白 实现正方 对实现正方 它的最左脚的那个点 正方形的左上角 对左上角 是在最里面三角形的中间 往下画 画 出了虚线吗 出虚线 出多少 和在里面的虚线的长度差不多 那就是一半呗 对 可以按一半画 然后往右 有八个小点的虚线 结束了 对 我们画完了 上北下南左下游动 你写一下 然后我们从 上北下南左下游动 从西北方向 你在西北方向 上北下南左下游动 西北方向画一个圆圈 东南方向画一个正方形 然后画一个等边三角形 正北方是上面那个尖 正方形的东南方向 往外画六个点 你画完了吗 你画完了吗 我这个 哈哈哈哈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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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哈哈 你是为了黑他的吗 没有 你干什么呀 一二 艺术创作 艺术创作 哈哈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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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怎么做到的呀 哈哈哈哈 你们俩负一下盘 你们是怎么做到的 来啊 一张图 一张白纸 分为他说的是上北下南左西游动 上北下南左西游动 上北下南左西游动 你写一下 我们这可以理解吗 我说可以理解哈 为什么要东西南北 为什么一定要东西南北 好在他的这个上北西北方啊西北方画一个三分之一大的圆 西北方向占三分之一纸的面积画一个圆 西北方这么困 他可太有意思了 哈哈哈 三分之一地方画一个圆 可以理解吗 我可以理解哈 好 在这个圆的下南 上北下南 右东 东南方 偏东南方画一个一样大的正方形 在这个圆的东南方向跟他交界画一个正方形 东南方画一个一样大的正方形 差不多啊 以这个正方形在圆的这个尖角 这个三角形的尖角要抵着正方形的尖角 哎 画着一个三角形 有没有错 是不是三角形 画也没有错 我说 我请求 我请求播放 回放 然后 我有证据 在这个圆里画一个等边三角形 正北方是上面那个尖 然后他最下那个点 顶着这个正方形的那个点啊 可以想象吗 画着一个三角形 有没有错 是不是三角形 三角形的尖角 你可以理解 可以理解 和正方形的尖角 可以理解 但是在三角形里面画一个圆 顶着这个正方形的那个点啊 在三角形里面画一个小圆 好 三角形的尖角和正方形的尖角 最近的点就在这个地方 但这个圆又要在三角形里可以 没有问题 最多长在这里 好 那在这个圆里面 你要画一个三角形 你倒过来三角形 好也没有问题 那空间也不大了嘛 对不对 那只能倒过来 只能这样嘛 就这样 好那这个最好理解 在这个正方形旁边画一二三四五六 没有错啊 打算吗 打算 了 愿意 你 哈哈哈哈